大家好 这期视频我会示范在不安装任何APP的情况下 修复老照片 以前的照相机没有高像素 所以照片拍出来也不太清晰 或者照片存放太久的关系而损坏了 这些通通都能够通过人工智能修复回去 OK 首先我们先打开浏览器 然后输入这一个网址 huggingface.co OK点开它之后然后点右上方的三合钢 这里会出现很多选项 然后选择space 打开了这个页面过后呢 然后选择第2个选项就是 gfpgan这个 点开它 然后在这里点击第1个空格 click to upload 这里 就是上传你的照片 就比如说现在我上传 这一个 看上去很萌的照片 应该是很多年前拍的 然后 点击上传 submit 现在我们 正在等待它进行 照片修复的处理 会需要一点时间 OK 修复好了 看看这个效果是不是非常好 这个就是从这个萌萌萌萌萌萌的照片 修复出来的 非常不错吧 非常不错吧 然后如果你要下载的话 直接点着你 download 就可以了 然后就会下载到你的 当铺里面 OK然后现在接下来我们再来 尝试一下 上传另一个 这个很旧的照片 这个是我从网上找到的 然后点击上传 OK完成了 是不是效果非常好呢 原本是这样的 然后现在修复成这样 然后这个网站是完全免费使用的 不需要注册任何 拥护 是完全免费使用的 只不过是 如果太多人使用的话 可能有时候 秀夫的 时间会需要等久一点 OK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们 喜欢这类型 视频记得订阅给赞 谢谢